《葡萄茶》 《葡萄田间解仪达户》 看乡土专家如何破解农业难题 本期田间示范秀 《管好凡人的葡萄园》即将播出 《帮扶规则》介绍 在每期节目中栏目组接到农户的求助后 就近寻找乡土专家 帮求助农户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 并加以解决 本次帮扶即宣告成功 葡萄是最常见的夏季水果 随着大鹏种植技术的推广 如今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的葡萄 但是这葡萄好吃不好中 在河南省夏意县 一些葡萄种植户 就遇上了生产经营方面的问题 带着葡萄种植户的问题 邦小妹赶到了夏意 这座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历史古城 经过走访 邦小妹了解到 近年来当地很多农民返乡创业种葡萄 种植面积近万亩 但是由于在种植和经营方面缺乏经验 因此遇到了一些困难 了解到农户们的难题 邦小妹也很着急 到底该怎样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呢 为此我们联系到了河南省夏意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现农广校向我们推荐了当地的葡萄种植高手王飞 相途专家王飞 38岁 河南省夏意县人 经营家庭农场200多亩 葡萄种植经验10年 农场年收益180多万元 国的价钱上也卖不过他的价钱 国的质量也给他比不了 从我们基础里来学习他的技术 就是在给种植物们或者群众们 去分享自己的一些种植经验的时候 就特别兴奋 就好想一下子把自己的一些好的做法 好的想法和技术一下子分享给他们 感觉特别不过瘾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看他们听得很过瘾 对 通过与下一线农广校沟通 又翻阅了一些档案资料 我们了解到王飞可不简单 2009年他返乡创业种葡萄 短短五年就成了葡萄种植管理方面的一把好手 他这个人特别爱学习 特别爱琢磨 遇到事非把他琢磨透琢磨明白为止 王飞不仅擅长种葡萄 还系统掌握了现代农业种植管理技术 全国很多农户纷纷向他求助取金 经营方面王飞更有自己的一套 在当地农业部门的指导下 2012年他创办了家庭农场 农场四季瓜果飘香 巧妙的销售方法使农场顾客络绎不绝 生意红红火火 今几年王飞还登上了讲台 经常为农户们传授生产经营方面的独门绝技 近万名农户受到他的指导 走上了致富路 在我们的邀请下 王飞决定和我们一同前去解决农户的难题 那他到底能不能顺利解决呢 王老师咱们先看看第一个农户 你先了解一下看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好 一二三开始 求助农户陈娟 39岁 种植葡萄四年 求助问题 葡萄花岁该怎样修剪 大姐你经常拍短视频吗 能不能看一看 好的 陈娟告诉我们 短视频让枯燥的农户有了乐趣 还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 原来陈娟也是互联网销售的受益者 不过他说种葡萄没那么简单 也没那么好赚钱 大姐你们相当于是17年挂果 第一次挂果 对 卖了多少钱 卖了六到七万 不少呢 那第二年呢 三万左右 那怎么还越种越少了呢 有可能跟这个花岁有关系吧 第一年国岁借的少 没修的 第二年国岁借了 我感觉第一年卖的挺好的 第二年也没修这个花岁 到后来 后来就是销售不好 卖相不好 也没卖到收了钱 到后来才听说 他说这个花岁必须得处理了 现在 现在咱又到了这个花岁需要修剪的时候了 好像 我就是不知道这个花岁 什么时候改变 变到哪个程度 或者是就这种 这样能修的生工 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修剪花岁 是这个问题吗 是 行 就这个问题我们帮您找个专家 咱们问一问 好嘞 好嘞 好 怎么样 够时髦吧 时髦 你认识他吗 认识 但不怎么熟 不怎么熟 他家应该就是这个 不知道怎么打葡萄花岁 是吧 这个问题好解决吗 这个问题好解决 咱们实际到地里 我轻轻教他 行 手把手都教一教 教一教 你就剪你最着急的事说 修剪花岁是吧 对 就是 对 就像这样的花岁是吧 就是不知道 他给税末书去剪 税末书 能剪多少 能溜过这个 以银半左右 井平国那个样子的 如果葡萄花岁 不进行修剪的话 会造成这个锅碎 过大 就是长得三四斤重 造成不上色 大小粒 甚至会出现烂锅子的现象 他们家呢 要一斤半 我就按照一斤半 教给他们如何去修剪 刚才你说的 是要把它留成一斤半的 精苹果 对 对吧 对 你这个是哪个品种 下黑 下黑 下黑这个品种是吧 下黑这个品种 你知道这个下黑这个品种 在成熟了以后 一个颗粒 大概能长多重吗 大概就是 鸡蛋花那个样子 小鸡蛋花 对 对 小菜鸡蛋 就是一块硬幣 对 大概我 我祖年应该在12克左右 12克左右 对 大概就是那个重量 你觉得需要我们留多少颗粒 多少颗粒 我想大概就是 七八十粒吧 对 大概就是八十个粒左右 第一呢 我们先说这个 什么时候去剪 你用手 去转一下 一转 露两段 在这个时间点的情况下 你 汪老师的意思就是 我用这个锤头 给个量尺一样 对 去量一下 你量一下大姐 对 露两端 对 两端都露出来 我们时间段是 时间脸是判断好了以后呢 我们后续的怎么去操作 就是说你第二个问题 该在哪里剪 剪哪一个 第一 我先跟你说 我们先从上面考虑 像这个 小分 那个小分枝 分枝 它是不是很大 对 它很大 我们要先把这个上面的两个翅膀 给它去除掉 先去除 我们怎样再去判断这八十个颗粒呢 我们在一个小分枝上面看到没有 它上面是不是有很多 大概有几个到十几个不得 对 我们可以按照最中间的这一段 它都比较均匀的情况下 大概一个 一个孤独 也就是十个小花粒 十个小花粒 但是它如果就是开了花以后会掉一部分 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脱落的话 我们就是平均给它算到八个 算八个 对 这八个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留着 大概就是你要一斤半是吧 我们是不是要大概就留着 十个小分枝 小分枝 对吧 十个小分枝左右 对吧 我们修剪的时候呢 第一步 我们为 刚才我讲了 为什么要去掉上面呢 因为它比较大 我们现在不考虑它 得把它给剪掉 是吧 对 把上面的翅膀给它剪掉 然后呢 再去底下的 我们总结了一句话 修剪之前呢 要先去翅膀尾巴接 尾巴接也就是这个根部 然后我们从下面 上面往下去判断 大概有几个颗粒 几个小分枝 一 二 三 四 五 五大概就是十对 是吧 十对 就在这里给掐下去 就一直给掐掉 就好像剩下都是十个 剩下都是十个 解除的锅子 就大概有八十里左右了 对 大概就是八十里左右 听明白了吗大姐 大姐 用意买了 花絮要抓鞋弄 赶紧先修剪 修这个花碎 不然会浪费到很多营养 好 抓紧先把这个工作给弄了 好嘞 现在弄的很好弄 快 好嘞 胜功 现在是最胜功的时候 对 经过王妃的指导 陈娟学会了科学修剪花碎的方法 为了记录这个难忘的时刻 临别前 陈娟邀请邦小妹和王妃 一起拍了一条短视频 一二三 开始 花碎一段 露两端 剪掉翅膀尾巴尖 留住中间十二三 不到风采 又美观 王老师 你现在也算对陈姐家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你觉得她家葡萄怎么样 今天那个总体情况呢 还算不错 如果家乡管理的话 今天产量 它是有保证的 一亩地 应该三千五到四千斤的话 应该还是有的 也就是说 还是有希望能有个好书生的 对对对 那咱们就接着去 第二个农户家 好 行不行 行 求助农户 何世雷 三十六岁 种植葡萄四年 求助问题 葡萄树不长花岁 妻子不同意 继续种植葡萄 第一次见到小河 干净利落 是这个八零后 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这大概是多少亩 这大概差不多25亩左右 25亩这么多 是的 2015年 小河用自家土地 建了三亩大棚 又流转22亩土地 开始种葡萄 这大棚挺大呀 还是钢铁结构的 造价很高 这三亩多地 花了差不多七八万块钱 小河说 他三亩大棚造价八万 这样的投入 在当地可不多见 因为当地一般的葡萄大棚 一亩造价 也就一万元左右 其实小河之所以不惜投资 建钢架大棚 是因为他心中 有个农业梦 这是我未来的一个十年的规划 你看吧 这边是我的一个财栽园 这个财栽园里边 包含不光是葡萄 包括我们这个大樱桃啊 桃啊 这边是种的杏 杏园 这边是桃园 然后这是百花园 这边是水上乐园 你规划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 对 我这个到时候建成之后 就是一个集休闲 娱乐 还有观赏 与一起的一个综合型的 一个农家休闲场地 明确的目标 清晰的规划 小河说 这一切都是想让家人 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事与愿违 小河告诉我们 不知道为什么 葡萄树还没有涨花岁 最大的主要是 产品这个没有花岁 没有花岁 没有 然后这里结果碎的也没有 这儿也没有 这里也是结果碎的位置 它都没有 像这都没有 那边的也都没有 对 那边也没有 就是你看 不一定哪里有 偶尔有 按照正常生长规律来说 如果葡萄树长不出花岁 那就意味着结不出葡萄 在种葡萄的过程中 小河逐渐发现 种葡萄 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几年 种葡萄 真的是 基本上说一批钱没挣 一直往里面亏 你之前种过葡萄吗 没有种过 其实对葡萄我一点都不了解 根本基础上就是什么都不懂 小河说 之前他一直在外打工 我在外面打工打了十几年 最好的时候我做到了一个部门经理 差不多管了有140个人左右吧 一次家庭变故 让他和妻子不得不返乡创业 后来他们无意间接触到了葡萄 并最终选择种植葡萄 我感觉比种小麦玉米都简单那种 种葡萄这几年 小河不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还背上了几万元的债务 为了贴补家庭开销 小河的妻子只好去县城打工 留下小河一个人管理葡萄 本想着今年好好打理葡萄园 多少赚回点来 可不成想葡萄树竟然不长花岁了 小河妻子也由最初的鼎力支持 变成了现在的坚决反对 抢家葡萄这两个字就犯 它世界一股心力要重的话 我真让我实际不想给它过来 可是小河依然坚持 能给我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我肯定会做好 小河的执意坚持 让他的妻子再也无法忍受 他一起能摸 他早都该整天一朵 他不该就求人家过那窟 小河本想靠葡萄发家致富 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如今看着这些 没有长花碎的葡萄树 他也陷入了迷茫 小河哥那你现在想 让我们帮你解决什么问题 这个花碎还会不会长出来 今年还能不能有 他为什么今年会没有花碎 为什么会没有花碎 对 嫂子你呢 我说不想要他重了 他还依然坚持在重 我劝不动他 然后你今天 拉木族的我想就帮我劝劝他 毛老师 您大概也了解了 现在就是闹到了两口子 要离婚的地步 我觉得这个忙咱们得帮 对 是挺严重的 得帮 一定得帮 小河哥 你看这个葡萄种植高手也给你请来了 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问吧 好的 王老师 你看一下我这边 他这个树上都没有这个花碎 很多 包括你看像这一株 都没有花碎 这是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你帮我解决一下 你这个是什么品种 我这叫红地球 红地球是吧 你这是什么时候栽的这个品种 在15年的时候栽的这个品种 15年栽的年底还是年初 年底栽的 年底栽的是吧 对 它是等于是16年长了一年 是的 是吧 然后到17年有没有刮果子 有 你说在17年也结了果子 对 去年结果子怎么样 去年刚开始的时候 发芽的时候 花芽也挺好 在 我们那个清明节前后的时候 经过了一场霜冻 然后把芽冻坏了 那次倒震寒是吧 对 冻坏了 把这些花芽都冻坏了 对 冻坏之后后来又发出来的 发出来 往前看看 又发出来之后 又给水淹了一次 哦 你这个情况啊 主要是根据你去年管理的 还是不到位 造成这个花芽呢 去年没有飞化出来 没有往前飞化出来呢 它有几方面的一个原因 第一个是原因最主要的问题 存在哪里 树枝偏弱 树枝太弱 对 树枝太弱 你怎么看出来的 王老师 它现在 它这个叶片长出来 一是 你看吧 叶子很黄 叶子一是黄 另外的话 它这个枝条又很细 枝条很细 对 就这边 它去年这个树枝 是偏弱的 由于小河管理不当 葡萄树长势偏弱 花芽发育不饱满 最终导致葡萄树不结花岁 那王老师我想问一下 今年还会不会有果子 还能不能长果子 它们没有能长出来花岁呢 看这个情况啊 今年是不可能会再长出来花岁出来的 没有了 王老师 按照您的说法 就是今年不可能再结果了是吗 对 今年这个情况的话 是第一茶果是结束出来了 那外面呢 外面那些落变 外面呢 我也看了一下 总体情况呢 也是不容乐观 花芽很比 不是太大 不饱满 也就是说今年几乎是 决产是吗 决不决产 反正几乎没什么产品 小河哥 听明白了吗 听到了 没能帮到你 按照嫂子之前的说法 就是今年如果不行的话 他就不再支持你中了 你怎么想 你怎么打算 说实在话 我真的想再坚持一年 因为我这么多年都坚持了 现在王老师来了 就说看王老师 他愿意给我们指导吗 不是 我说王老师有技术 对我们指导 我想坚持一年 看明年 是不是说能把它管理得更好 能够有效益 草哥 你怎么想 王老师的话 刚才你也听明白了 你还愿意支持他吗 我不想支持他了 因为一年两年都不挣钱 这几年了 四年了 下一年 如果再不行的话 我还要再等一年 那什么时候是个头 实际上这个话 也不能这样说 毕竟困难都是有的 当然原来我也遇到过这种困难 你想想现在我们投资了 这好几年了 如果现在去放弃的话 多可惜啊 虽然咱们这个葡萄 今年是卖不了钱 但是呢 我有一个方案 我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接受 我可以给你们提个建议 在咱们这个棚子里呢 可以发展这个 其他的这个产业种植 同样可以卖得钱 你的意思是套种吗 对 就是合理的做一个套种 在这个棚子呢 它这个我们走的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的 现在就是一个闲职的一个状态 现在这个葡萄呢 今年没有果子 我们今年呢 可以加强管理 在这个烫子里面呢 我们可以套种椰菜类 比如说像那个夏天 套种这个香菜 香菜这个东西收是很快的 又加上那个每年到夏天的时候 它这个香菜的价格会很高 因为它是反季节种子 因为在我们那个传统那个思想里面 记忆的它是冬天中日 如果我们赶到夏天的时候 你想想去年那个香菜价格最多 最多的时候卖多钱一斤 三四十吧 对 一亩的搞好的话 要卖要几万块钱 嫂子你听见了吗 可以套种香菜 也有一笔不小的收入呢 今年能是吧 对 这个好 这个好 好 小菜 小菜你懂什么 这上来让一副香菜 你就 这个好 这个好 我装葡萄后你还不葡萄后来 江山后我给养后那当初 也不养后来 你会啥 让你会啥 你想到小时候吧 想到这个小菜能 小菜能卖多 去年卖得贵 几年就卖得贵了吗 他当前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对对对 我跟你说 弟妹啊 这个事情呢 也不是这样说的 你找我原来是干什么的吗 我原来是种蔬菜去家的 原来我种的是蔬菜 这个呢 也是在我昨年 那个经验摩托里边 中年出来的 因为他这个夏天种蔬菜呢 也是打了一个实验场 你进出的问题呢 你不用担心 到时候呢 我可以把你们知道 另外的话 你说这个销售问题啊 因为呢 我们也种了好多年 这个蔬菜 这个客户这边 也挤了了很多 到时候也可以把你们介绍 把你们去卖 嫂子你听明白了吗 如果你愁这个销路的问题 王老师帮着解决 行不行 你还有什么顾虑 你这个好 这个可以啊 好事啊 你听我这儿 搞难给你付的 那都是不用人是吧 挺个这儿好 就难给好 白贵王老师带这个来 我也这样扶 你能做好吗 你能想到 反正我不会帮你的 我也在外边 得打过 得收入 得养家来 你不要指望的 我给你帮忙 小时候啥的 你自己想办法 不要指望的 我也得来 再扶这些地 你能帮得过来 再扶这些地 王老师在这个会怪好 王老师不在这个会 不帮你 你自己能换成 葡萄都做不好 不扶了 我说弟妹 不要打紧你 我说弟妹 这个你也不要太激动 既然我答应 帮你们这个事情 肯定要支持到底 这个你放心好了 有些上电台都在这里 我不可能会去撒谎 骗你 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既然答应 把你们这个事情 给你们支持起来 肯定要支持到底 你这个技术上面 你不用担心 我会经常过来 给他做指导 然后销售那边 直到你们肯干 我会给他介绍小路 这个你不用担心 好吧 嫂子你看 他以前这个问题 主要就是技术不行 现在呢 王老师过来 帮着解决技术 然后还提出了一个 今年过好这个难关的 一个办法 你能不能考虑考虑 能不能再坚持坚持 试试看 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行不行 我说是让他说 气质气化 但是我还是 他这关了四年了 我也是亲眼所见的 也是目睹的 我也是不舍的教材 一下子就从这都 是啊 投入这么多 人力无力的 说是气化 但是心里边 还是不忍心里 你表达 要不然 要不然就再试试吧 再试试 再给你这次机会 合适的一天呢 再给你这 抓住 你抓住就抓 抓住就抓住了 抓不住也不能放 我逼你了 我怪你了 好 这次可以 那我 那我这次肯定 王老师在这里知道 我肯定会更加用心地 去管理 然后去学习 然后把 努力争取 把我们的树管好 然后今年 像王老师说的那样 种点香菜 然后有一部分的收入 我觉得就是 要务实 就踏踏实实从这个 第一步开始做 你说呢 王老师 对 实际上刚才 看了你们这个情况 我也看了你们那个 短片那个视频 你们这个情况 大概我也一个了解了 我跟你说啊 你也别怪弟妹怪你啊 你这个事情 做的确实不好 咱不管干啥呢 一定要求诊务实 你想想你做 种葡萄种了这么多年 你那最紧的 葡萄叉 葡萄这么纸 这么去捡 你都不知道 那你还种大 种大果树啊 你不管的话呢 你都要用心 我们要九塔实际 我们想把我们 种种好 卖茜 现在呢 第一要务是 赶紧把这个架型 给它整理出来 重新改成微子架 因为呢 咱们这个密度 也不算小 要改成微子架 微子架呢 然后把这个 整个的这个 生长这个节点 给它降低 尽量是留下面的枝条 来重新进行培养 这样的话 我们后续的管理的话 这枝条呢 不要长得太高 王老师 那接下来 您给它们减一枝 行 我给你 没事吧 减一个看看 减一个 这个跟这个品种 不一样 没事 它虽然不是一个品种啊 但是它这个管理法 比方大动消异 像这个枝条 看到没有 咱们预留的枝条 过左 过左 那些枝条呢 一会造成 我们额外的一个 大劳动量 你第一个 第一层架 是涉及的这个位置啊 是吧 它这个很高的 这个是不要大 它这个是不要大 然后之前留着这些中间 炸 前往表现 嗯 嗯 把这两个枝条 培养好 明年这个结果 这就不成问题 我们这个结果 它就有了 嗯 知道吧 明年 你跟我老师 让你产量 能恢复正常呗 明年是百分之百 你只要好好干 由我来给你做技术 做指示 你们明年的产量 绝对有保障 行吗 你呢 也再给它一次几回 你要不要记得这个事 实际上 谁没有走过玩弄的时候 原来我最早 最初我创业的时候 比你们这人 还要难得多 整个年了十倍 百倍 我们也不是一样过来了吗 扫子也刚才说了 再给你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我们就看 你怎么做了 行吗 嗯 我肯定会用心去做 在这里呢 我要先感谢一下 我们王老师 还有我们这边 节目组 给我提供的这个平台 帮我解决了 这么多问题 谢谢 经过王菲的建场指点 小河夫妻二人 开始在大棚里忙活了起来 我们与小河约定 明年再来回访 葡萄树 优优独播剧场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河 在去年王菲 帮我自造的这个葡萄树 嗯 之前呢 我是因为观念技術问题 导致这个产品 这个葡萄树种的不是很好 现在经过王菲导致 国的自造 跟去年长事的 什么都挺好的 去年葡萄树 手术不多 所以我在地里边 套中了一些寡窝和一些蔬菜,然后有了一条无垠的收入 在下半年的时候,因为特殊素的管理应比较爽一点 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因为由于我这个碰被一场打缝,刮坏掉了 现在就是我没有去盖碰 在几年我看一下它的划压 在减化之后,反压之后,如果说很好的装出来之后 我肯定会再把碰摸上 比如那样的话,可能会,就是说 王平老师说,可以坚强这个病虫害和一些军病的发生 所以等到反压之后,准备再摸碰 现在经过这个撈水锅子边,包括王平老师给我一些指导 现在长得很好,我肯定会更加努力地去管理 肯定可以把这个葡萄树种得更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远 他说,几年我的葡萄树长得非常好 有去年你们的季夫知道,我的果子弄得非常漂亮 也卖了好价钱,也正手的天了 几年这不又到了这个果子改修建的时候了 有去年学到你们交给我的季夫 几年再修果子,我就不着急了 过几天这果子就改修了 对几年的葡萄树,我心里很满满 往后我的果业也会越来越好 谢谢你们的帮助,谢谢大家 葡萄茶风涨失控,乡土专家究竟有何高招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哪种巧妙的方法可以让葡萄卖出高价 本期田间示范秀《管好凡人的葡萄园》正在播出 如果说小河是为葡萄树不长花岁而犯难的话 那下一线一些种植户却因为葡萄茶风涨而着急 我们见到葡萄种植户洪建党的时候 他已经在大棚里打了整整一上午的葡萄茶 比起大棚里40多度的高温 总也打不完的葡萄茶让它更恼火 又费色又费工 一上的冰凉,它都让葡萄茶的都给整容了 这个我看出来了,也是打了五次 一二三四五 这是第六次 这还有一次 对,这个也算 这是刚打的 这个刚打的 管透子,我这二五个棚 透子得五六千块 现在卖了它卖五六千块 远过六亩地,三个棚 现在还准几个棚,二亩地 干不了,就以用这个岔子的问题 求助农户洪建党,43岁 种植葡萄六年 求助问题 葡萄茶怎样减才能省时省工 真的,这大棚实在太热了 刚才看洪大哥干活的那个镜头 我们就知道它其实并不是个懒案 但就是这个葡萄茶打不完 这就是刚才洪大哥说的那几亩地 现在已经改种玉米了 洪大哥说了,等这茶葡萄卖完之后 他就出去打点零工 因为下半年的生活开支还没着落呢 邦小妹在走访调查中还发现 在下意,除了洪建党 其他葡萄种植户也遇到了葡萄茶疯涨的问题 我看刚才我的鼻子来 我发现这个一直在找这个葡萄 有没有发现是卖了吗 没有卖,它没挂果 求助农户王洪冰,36岁 种植葡萄三年 求助问题 葡萄茶怎样减才能更快 蜂长的葡萄茶夺走了本该属于葡萄的养分 严重影响着葡萄的产量和品质 为此有的种植户一怒之下 把葡萄树齐头剪了个干净 求助农户彭雪莉,37岁 种植葡萄六年 求助问题如何正确地修剪葡萄茶 从这个位置开始往上全部剪掉了 它上面全部都是擦的粉 就是弄不了了,就剪了 然而让种植户无奈的是 剪完之后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 反而带来了新的问题 你看,这葡萄大小粒的情况特别严重 最大的这么大 最小的下来,对,这么小 你说这个叶子少了之后 也会直接晒的这个葡萄 感觉这个水分都蒸发了,都流失了 对,对,对,对 你看啊,长这么长的一段葡萄茶呀 大概需要七天的时间 而像头上这一段软软的呢 这是刚刚长出来的 大概需要一天一夜 那您猜这段大概有多长呢 哎,量了一下不就知道了 你看,我的天呐,它居然有十多厘米 为了帮这些农户找到一个科学馆用的打岔方法 方小妹带着她们来到了王菲的农场 它是大小的鱼,串鱼真的岔得还好 嗯 刷刷又多,分子又没有,这个岔子又没有 看上面一直到上面都没有岔子 看那力量好看,又没有岔子 你看你拿油茶叉的 那王老师,你用这个方法打岔砸了几年了 砸了五六年了 这五六年一直都这么好使吗 对,都一直这么好用 其实今天我带大家来,是诚心诚意跟着你来学打岔的 是不是 是 王老师那去教教大家伙吧 好,现在咱们进去这个棚子里 我给大家扁岩式,扁浆结 教会大家如何,按照我这个方法 来把这个岔子给打好 行 之前呢,咱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葡萄汁的构造 看到没有,我手里拿的一个就是一个葡萄的一个组织 看到没有,是一个组织 组织上面呢,有大的这个是组织上面的叶片 这个也是叶片,看到没有 这也是叶片,这也是叶片 这也是叶片 一直到上面都是叶片 然后这个叶片的根部呢 是不是找了一个小枝条 大家看看,是不是 这个小枝条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叉 我们要打的,也就是它 然后我告诉大家,我这个方法 恰心绝后刷叶零法 这个方法呢,有四个大的步骤 而且存在一个四个关键词 下面请主持人,帮我们出示这第一个关键词 好嘞,我们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 大家说,第一叶片 第一叶片 这个字面上能理解吗,什么意思 不能 那让那个王老师说好不好 王老师,你给大家解答 好,我给大家打个枝条 好,这个枝条呢,就好比如 我们那个葡萄上面 长出来的那个叉 是不是长成这样子 这样呢,第一个叶片 也是我们说的那个第一叶片 这个第一叶片 代表我们打叉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这个第一叶片我们找到以后 下面还有第二个关键词 保留双叶 大家注意了,是保留双叶 像我们这个保留叶子 是不是一般的话 这就一个叶子打了叉以后 是不是就一个叶子了 对 就这叶子怎么保留双叶呢 就需要在我们这个火烧 也叫叉 上面是不是有叶子 这样的话,是几片叶子 对,就是保留双叶 找到这两个叶片 知道吧,这两个叶片就是用了 应对了我们那一句话 叫双叶流法 王老师,我有一个疑问 咱们为什么要留双叶 我先提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这个一片一串葡萄 需要多少片叶给它供给营养吗 八片 还有吗 十二片 十四片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实际上这个一串果子 需要多少呢 是需要十四片左右最好 跟你不同的品种啊 是越多越好 叶片多了能干嘛 增加光合作用 果实长得大 讨论高 是不是 但是呢 在咱们碰那 存在一个大的十四片问题呢 就是空间不及 是不是 如果留的只要过高了 会出现什么情况 不同的情况 对,头蓬不好 头蓬不好用的 就会干嘛 它不同的用于什么样 有道理 因为咱们大棚内的 它空间有限 蓬膜在上面 屋着呢 它空间流通不是太好 是不是 但是呢 如果我们让它通风好了 反而我们留的间接 我们留的这个 这条是不是就短了 短了以后 叶片还能不能达到 不能 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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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片不够了 果子还能不能达好 不能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达到在哪儿 保留双叶 对了 就是保留双叶 刚才我说的 我们找到这两片叶子 这是有两片叶子 现在我们呢 来演示一下 我们打好叉 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这一个呢 就比如说是我们一个 葡萄结果的一个组织 下黑为例呢 一般是在第三个间接那个地方 会长出一块葡萄 一 二 三 就这个位置 在第三个结点 这个地方呢 会长出一块葡萄来 我们这样打好叉以后呢 大家看着啊 我们算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这就有七个分结 对吧 而且呢 每个分结结点这个地方呢 都会长出 一 二 都会长出两片叶子 看到没有 这边也是 一 二 这上面也是 一 二 每个结点这里 都会长出两片叶子 这样七个结点 是不是就有十四片叶子了 对 对吧 这一天是不是就过了 是的 第三个关键词叫做 大家肯定会很吃惊 叫做什么 绿豆粒 想一想 你们肯定想不出 你说这个绿豆粒 和我们打核棒 它有什么关系啊 绿豆粒 就是我们看了这个第一批 这个片叶片 看到没有 我们找到第一个叶片 嗯 这个地方这个牙眼 绿豆粒 大小 是吧 根据不同的品种 不同的那个树的长势 它的大小 不一样 这个关键词代表什么 就是我们打插的一个时间链 也非常非常关键 如果 早了也不好 晚了也不好 也就是说 只有长到 绿豆粒那么大的时候 是正好的时间 对 像绿豆粒这样大小的时候 应该是最好的时间 下一个关键词 也是最后一个关键词 叫做 恰心绝后 说到这个恰心绝后的时候 你们大家看一看啊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字 或者说你觉得最最重要的是哪个字 恰心 恰厚 一个字 绝 你说 绝 绝 应该是后 你说应该是后 对 黄大哥 两个字 两个字 最关键是不是 黄大姐 恰心吧 恰心 你也觉得是恰心 黄老师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看到了 第三个绿豆粒 在哪里 绿豆粒在这里 就是这个牙眼 大概绿豆粒大小的时候 看到没有 看到了 然后 我们最关键的步骤要来了 大家看我的手势啊 看到没有 这是我们刚才 掐 掐的那个 伤口的一个位置啊 这个第一片叶呢 就是 腹烧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 葡萄叉上面 第一片叶 这个叶呢 是主干上的一片叶 加在一起 就是两片叶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保留双叶 这也明白没有 明白了 你把这个残留的部分 让大家看一下 看看那个小绿豆粒 清楚干净了没有 干净了 干净了 干净了吗 干净了 黄大哥你看得最清楚 干净了吗 干净了 你怎么判定它干不干净 看来没有留东西了 一点点都没有了 如果要是再挖的深一点 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 它把叶片给伤到了 所以一定要上手试 是不是 对 好 王老师 你还有要补充的吗 咱们这个打叉 打完了就算完了吗 没有完 关键还有几个关键点 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关键点 顶端有两个 两个东芽 两个东芽 这两个东芽很快就会长出来 为什么呢 顶端优势顶 对 因为它有顶端优势 它是最上面的一个 是不是 是 看我的手势 把它全部给它 刚好是最嫩的时候 给它抹出来 是不是 没了 而且下面我们还有一个波动 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我们把这个养分 都给它锁到树底里面 是不是给养分就不浪费了 原来我们打掉的叉子 是不是养分 对 对 如果全部锁到树底里面 浇水的这个次数 和施肥的量 一定要减少 原来我们是7天浇一次 试一次 我们可以改到 12天 浇一次 试一次 因为什么 它自己养分不丢失 它自己养分已经够了 是不是 一亩地的施肥量 比原来要减少多少 至少要减少 40到50斤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也就是说大家已经听明白了 也看懂了 你看这么大热的天 我现在我这个位置 看王老师的衣服已经湿透了 这个大部分的温度还是很高的 咱们接下来是不是应该 给王老师和我们自己鼓鼓掌 好 本科小题 韧清葡萄叉 看准第一页 找到绿豆粒 掐心要彻底 双叶保留期 顶端东崖区 水肥减半湿 打岔全完毕 王妃的做法有多好呢 算一算账就知道了 按照王妃的打岔方法 一根葡萄枝条 需要打岔9次 如果操作不当 补打一次 总共需要打岔10次 按照一亩地 一千棵葡萄树 一棵葡萄树 三个枝条 总共需要打岔3万次 而其他种植户 也按一根枝条7个分节 每个分节 打岔至少5次 一根枝条 需要打岔35次 那么一亩地 至少需要打岔10万5千次 3万次 10万5千次 王妃的做法 省工 在大棚葡萄的夏季管理期 王妃的做法呢 能够使得浇水施肥的次数 减少大约三次 我们按照每次每亩 节约成本200块 那么三次至少结本600块 当然了 关键还是得看收益 我们以火焰无盒葡萄为例 在王妃的大棚里 每串葡萄重约2斤 每亩标准3000串 亩产就是4000斤 因为管理得好 葡萄品质高 王妃的每斤葡萄呢 能够卖到8块钱 而其他种植户呢 每斤葡萄只能卖到3块左右 这样的话 每亩王妃就比他们 至少多卖了3万块钱 省工 结本 多赚 这个方法值得一试 无论以上这些问题 有农户还反映说 葡萄种好了 怎样才能卖好 为此邦小妹又来到王妃农场 专程请教 今天就想知道一个问题 怎么样卖好葡萄 怎么卖好是吧 实际上怎么卖好呢 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情 这样吧 咱们才从咱们这个棚子里说起 你先去找一找观察一下 你看它这个 它这个果粒特别的不同 你看这边的果粒呢 偏小 看到没 你看这边的果粒 比较大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你看大家看 这边的这个植株要矮一些 并且它要稀疏一点 这边的植株呢 你看长得更高 也更茂盛 叶子呢 也更深一些 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王妃说的奥秘 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发现了 发现什么问题 你家葡萄存在 你看看 大小叶的问题多明显啊 哪里有大小叶啊 这个 干什么玩意啊 小那个大 你没发现没有啊 它这个是不同的品种 看来这个 它这个要软一些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枣红蹄啊 枣红蹄 那个是 下黑啊 你难道没发现 它没有一个果形不一样吗 我这一个棚子种的是六个品种 是吗 为什么要种那么多品种呢 这可是我的销售秘诀啊 看来我问到点上了 想知道吗 想知道 太想知道了 好 我跟你说啊 就比如说啊 你来我在农场里买葡萄 你能买几串 你一串多少斤吧 一串的话大概就是二斤 两斤啊 那我就买一串吧 我自己吃不了太多 买一串是吧 买一串 然后尝一串 是不是还带走一串 那顶多 买个两三串 两串 两串给你定个量 但是呢 我可以让你抱走一箱 一般来说 顾客进大棚 也就买上两三串葡萄 但王妃说 她能让顾客抱走一箱 王妃的葫芦里 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呢 一个大棚里种上六种葡萄 不同的葡萄 不同的葡萄色相 果形 口感各有差异 顾客一进大棚 经不住好奇 这儿看看 那儿尝尝 每个品种捡几串 这葡萄销量可不就上去了 此外王妃告诉邦小妹 为了进一步提高销量 农场精心选择了 早熟中熟晚熟三类葡萄 这里面又有什么讲究呢 我告诉你啊 我为什么要种这个早熟的和晚熟的呢 因为叫我种这个 比如说是早下玫瑰吧 它是极早熟品种 这个时间段上市的时候 几乎别人呢还没有卖 哦 我懂了 打一个时间差 对 就错开了一个 大家集中上市的一个时间 另外的话 刚才那个种熟品种 我们不用再多说了吧 还有一个晚熟品种 别人卖完了 我这还用呢 对 就是别人卖完了以后 我还接着卖 另外的话 我这个晚熟品种也有意思啊 是刚好赶到这个中秋节上市 中秋节 你是不是要买点礼物去走进去 没错 对啊 那个市场又非常好 这样的话 我卖的时间也长 卖的价限也高 也好卖 想不到的都是套路是吧 都是绝招 不同的葡萄品种搭配在一个大棚 卖的又多又快 早熟晚熟三类葡萄 又把销售时间 由半个月延长为六七八三个月 这样的营销模式 让王菲脑洞大开 于是她开始尝试 种植大棚杏大棚桃大棚李子 农场的水果品种逐渐增多 最终形成了一年十二个月 月月都有新鲜水果上市的生产经营模式 王菲的农场成了真正的四季农场 品质怎么保证呢 咱们看一下 这个花漂亮吗 漂亮 对 庄稼一枝花 全扣肥当家 对 我重视有机肥 那是有机肥 对 有机肥多湿了以后 第一是养地 第二是养我 它这样果子 比它们上化肥多的那些 口感好多 王菲还介绍了一些保证品质的方法 他强调说 只要农产品品质过硬 就能吸引来更多的顾客 只要顾客认可了 价格哪怕高点也能接受 俗话说的 精美 英美 不如老百姓的口北 老百姓的口北 就是在农场最好的面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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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